無限的 無窮的 我們一個人能做多少好事 有限對不對 但是無量眾生 我們都隨喜 你就有無量的功德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 例如說 自己出家一次 然後隨喜他人出家功德 可能就百千萬次 自己造功德也好 他人做也好 這些功德 都能夠流入我們自我的心中 我心中自有他人的功德 如此 沒有基督的念頭 心中便有喜樂 然後呢 坦蕩蕩 非常的好 那 祖師還比喻 更貼切 怎麼叫你隨喜呢 例如說 兒子重狀元 父母會不會高興 當然高興啊 這個 父子同體啊 同一家人嘛 還有呢 如果學生重狀元 老師高不高興啊 高興啊 為什麼 因為是我教出來的 我自己 就有 看到這裡我就想到一個畫面 就是 當我臨考 出考場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呢 他就跑過來 問一個他學生 問他考得怎麼樣 然後學生跟老師說呢 這個考題呢 老師都教過 我看他老師比學生還高興 這個嘛 隨喜 對不對 所以呢 想要建立別人的功德 在我們自己的心田之中 我們應該要生隨喜 否則如果你 心中不隨喜 而生的是嫉妒心 我們嫉妒賢能的話呢 自己就永絕賢能之路 這是很可悲的事情 但是呢 反覆無始劫來呢 這個嫉妒的賊啊 都潛伏在八字田中 為什麼稱作基督之賊呢 賊是偷我們的什麼 功德啦 基督的賊 一直潛藏在你心中 當你想要得到水喜功的時候呢 他讓你升起基督心 你就失去什麼 這個功德 所以就賊的意思 然後呢 常常在心中呢 作怪 自愛害人 因此呢 當我們送到普賢菩薩 十大運王的水喜功的時候呢 便能夠一掃金光 這個嫉妒之心啊 能生起水喜之心 那 前面講是世間的水喜 進一步呢 我們要水喜誰的功德 佛的功德 例如說 我們看到世尊的本聖壇裡面 本聖壇就是世尊無量劫 行菩薩道 的事蹟 一切如來呢 他都不惜生命 然後經不可說 不可說 佛冊為成術結 然後呢 每一節中呢 都捨不可說 不可說 佛冊為成術的頭目手足 為什麼 為了利益眾生 那我皆水喜 還有呢 一切的 諸佛菩薩的 男行 能行 男忍 能忍 乃至呢 圓滿種種的菠蘿蜜 乃至正路 十柱 十行 十回相 還有十地 以及成佛果位呢 無上的菩提 這些呢 一一的善根 我們都應當水喜 這是水喜佛的功德 乃至呢 生文的功德 要不要水喜 要啊 世間 世間的善法都要水喜 何況生文 對不對 世間善法 還在三界內 生文的聖者 能夠解脫生死 所以要不要水喜 要水喜 十方一切生文 他們能夠斷破正爭 能夠擺脫生死 那因此呢 有學無學的功德 果皆水喜 那當然呢 一切菩薩所修的無量 普恨 然後自求菩提 種種自利利他的廣大功德 我們更應該要水喜 所以我們要學普賢菩薩 八這個願 水喜功德 普賢菩薩說呢 虛空戒靜 眾生戒靜 眾生煩惱靜 還有眾生夜 無盡 故我此水喜 無有窮靜 不但如此 還要什麼 念念相去 不要這一念水喜 下一念就忘了 不要今天呢 聽到 法華經的時候 看到有水喜 今天水喜 明天就忘了 不要今年水喜 明天就忘了 要念念相去 無有間斷 而且生於意 清淨 無有疲業 凡夫很容易退心 說要發願 不斷不斷的以願力 來支持自己 修水喜功德 這是在這裏 順便補充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師傅這裏說的 在138頁倒數第二段 前面 素品 是尊 意義未生文 弟子 受成佛的級別 對於尚未被點名的人 其實也都有份 所以在法師品中 肯定所有聽到法華經的 乃至僅僅一句 或一句的 每個人呢 不論有佛注釋 或佛已滅度後 只要一念水喜 將來一定成佛 你水喜法華經 法華經是度眾生成佛的 所以你也能成佛 因為時間關係 我很多就跳略 跳過去 我們直接看139頁 我們看經文 就是呢 在法師品的這個經文 本來是很長的 所以呢 師傅就先 摘入經中 最驚訝的部分來介紹 次數 聽文法華經而受詞 讀誦 讀誦解說書寫 稱為無種法師 這個 法師呢 在經在論裡面呢 提到非常多 例如說呢 我們看一下 140頁 師傅這裡有舉一些例子 像在經律的聖典中呢 購資格的沙門 很多人都被稱作阿瑟裡 阿瑟裡翻譯成 他們意思就是老師的意思 就是師的意思 有教授 違反正情 因共等義 那還有在律部裡面呢 有講到有教授阿瑟裡 有結謀阿瑟裡 有壽經阿瑟裡 還有醫子阿瑟裡 還有教介阿瑟裡 好 等等 那在阿瑟裡 以及在律部 師的準備也不少 如果經於 匹尼就是戒律的人 就稱律師 擅長於禪定就叫禪師 熟讀經典的就叫經師 然後呢 優於議論的就稱作論師 有沒有 這些我們都很熟悉的名詞 還有善於說法的就稱作法師 另外呢 還有擅長於修辭觀型的禪師 也可以稱作於且師 另外呢 在中國明朝的時候 朱元璋 他當皇帝的時候 他把當時專門做港經燦的 這個就是以應付經燦佛士為生的士徒生 也稱作叫余且師 余且教的余且師 那其他的我不細說 例如說在阿涵經也有提到 像雲和名為法師 就是佛告底丘若於色 說是深厭離 欲滅盡 即淨法者是名法師等等等等 那 然後最後一行140頁 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 以此可知 五百弟子授記品 所說的佛羅那尊者 佛讚嘆說 他是七佛說法人中第一 然後世貞也說 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 這是讚嘆佛羅那說法第一 所以也是法師 然後呢 最後一行你看 佛羅那 意於六佛法中作法師 意於我法作大法師 這是師尊贊嘆佛羅那的 那 那《涅盤經》也有提到法師 《涅盤經》提到法師 在141頁 以知法固明大法師 以知易固明大法師 以知諸根立頓